瞎子把门反锁后,没忍住对嫂子上下棋手。 见嫂子抗拒不已,上了头的瞎子这才立志下来,但她却并没有就此放弃追求对方。 瞎子名叫小马,本是盲人推纳中心的员工,她和这里的员工都不一样, 因为她不是天生就看不见,而是小时候的一场车祸导致的。 从那时开始,小马的世界就成了黑色,每个人都安慰她失明只是暂时的。 谁知小马这一等就是二十年,最绝望的时候,她想过离开这个世界。 好在医生抢救即时,小马保住了一条命,但脖子上却留下了一道骇人的霸,为了养活自己和父亲。 小马成了一名盲人退纳师,这个盲人退纳中心有两个老板,一个叫张宗奇,一个叫沙富明。 张宗奇之所以看不见,是小时候的一次医疗事故。 由于技术的高潮,很多客人点名要她按摩,但张宗奇在按摩的时候,从来不和顾客扯家常理断。 沙富明则和张宗奇完全相反,他为人热情出师张扬,除了日常的推纳工作,沙富明还有自己的爱好。 他喜欢跳舞和诗歌,对两者还有自己的见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乐观的人,却饱受未病的折磨。 和正常人一样,沙富明也想成家娶媳妇,为此她相过很多次亲。 这次的相亲对象,是一个有文化的中年女性,为了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沙富明说, 得识歌比较有研究,谈不上研究, 你还懂得蛮多的蛮啊,我喜欢三毛,孩子我也是很欣赏。 那只话还没说完,沙富明的电话就响了,是她的老同学老王。 原来最近深圳发展不景气,对方便想带着女朋友回南京投靠沙富明,希望能去按摩中心工作。 沙富明表示没问题,可挂完电话后,他的这次相亲又黄了,对方有了更合适的人选。 条件先不说主要不是个盲人,难过一段时间后,沙富明决定再也不相亲了。 只因他喜欢上了中心的一名员工都红,每个见过都红的客人都会说他漂亮。 沙富明虽然看不见,却也这样觉得,很快老王带着女朋友小孔,来到了推纳中心,他们俩都是盲人,和老王不一样的事。 小孔并不是全盲,隐隐约约他能看到一丝光亮,两人感情深厚,这次回来就是打算在这结婚定居,然后攒钱开一家小店,每次有新员工加入,沙富明都会组织拍合照,尽管看不见,不过该有的仪式感不能少。 工作的事情敲定了,老王带着小孔回了家,老王的父母亲很高兴,做了一大桌子菜,老王还有个弟弟,除了抽烟喝酒还迷上了赌博,为了实现所谓的发财梦,他把心思打到了老王身上,张口就是借钱,老王虽然眼睛看不见,心里却明镜似的,他说自己的钱都掏进了股市里,现在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各怀心事吃了团圆饭后,母亲把老王和小孔推进了房间,关门前他叮嘱儿子。 小孔听到了这番话,也许他是真的喜欢老王,所以当晚两人就把生米煮成了薯饭,然而第二天搬到员工宿舍后,小孔却有些不习惯,踏兰男生宿舍找老王,说自己害怕睡不着,希望岂能陪自己说说话。 再等老王下床的间隙,小孔坐在了下铺小马的床上,也就是这一次,让小马有了春心懵懂的想法。 房间里还有一个叫张一光的,是出了名的段子王,他告诉小孔,新来的人都要经过审讯,说完问了一个带颜色的问题。 听到答案后,小孔假装生气退小马,说连他也不帮自己。 两人在众人的启哄声中,扭打在了一起,满满的声音里多了几次暧昧。 老王听到后站起身,庆幸自己眼睛看不见,等到两人闹完,小孔又挽住了老王的胳膊,然后用力从小马手中抽出自己的手。 等到老王把小孔松走后,宿舍又陷入了寂静,小马握着小孔遗留的毛巾,轻轻地秀着,这一晚他失眠了。 之后的日子里,大家会在休息的时候嬉戏打闹,小马总是会站在小孔身边,然后情不自禁地秀他身上的味道。 尽管大家都看不见,可空气里的暧昧气氛,还是让小孔察觉到了异常,他转身离开,然后回到老王的怀抱。 而另一边,因为豆红长得很漂亮,客人们经常点名要他按摩,暗恋他的老板沙复明听着客人的夸赞,心里越来越不适自卫,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豆红到底有多美。 于是做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盲人老板强行将手放在女员工脸上,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揉挫,而他之所以如此无礼,竟只是为知道对方长得到底美不美, 却全然不知,豆红正勇僵硬的肌肉表示着抗议,而一番摸索后,沙复明十分懊悔,他告诉豆红。 我一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算是先天的,我从来都没可怜过自己,从来没有,可是我今天可怜自己啊,美到底是什么呀,得了一众啊,天天想,没日没夜地想,就是想看一眼。 沙复明不知道什么是美,却把美和爱情联系到了一起,从那也后,他天天把美挂在嘴边,说得多了豆红叶帆,他让沙复明不要再讲了,因为对他来说美根本就没有意义,就像是一个笑话。 为了不让沙复明胡思乱想,豆红拒绝了他,而另一边被拒绝的,还有走火入魔的小马。 这天他把嫂子小孔堵在房间里,想要和其交流感情,却遭到了对方的强烈反抗,可他散发的奇怪气味,还是被同事张一光问到了,张一光是洗头房的常客,除了宿舍和按摩店,那里是他最喜欢的地方,肉体上的快乐,兴奋地让他着迷,感觉到小马的异常后,张一光让他不要打小孔的主意,但又害怕他憋久而出问题,于是把他带到洗头房,店里有很多性感的洗头妹。 张一光让一个叫小蛮的坐到小马身边,小马一开始很抗拒,不过尝到天头后,他就彻底放开了,心里对爱情的渴望,也在这一刻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小马不再纠缠小孔,突然的改变让豆红察觉到了异常,原来豆红之所以拒绝杀复明,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暗恋小马,按摩中心有两对情侣,除了老王和小孔,还有金烟和太和,金烟告诉小孔,自己很羡慕他和老王,不仅双向奔赴而且感情深厚,怎料听到这句话, 小孔却突然哭了起来,原来他的父母并不同意两人在一起,因为老王是个全盲,而且这次小孔来南京,是偷偷跑出来的,他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面对父母,听到这些话,金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给了小孔一个拥抱。 另一边,小马去洗头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依然成了第二个张一光,他和小蛮开始密切交往,两人会一起去逛夜市,从一开始的肉体关系,慢慢向朋友和情侣的关系靠近。 小马不在乎小蛮对他是因为钞票还是怜悯,只要对方愿意陪自己什么都止了。 后来小马送了一副耳环给小蛮,每次他来洗发店的时候,虽然看不见,但能感受到耳环的存在,盲人按摩中心的员工都是盲人。 为了伙食和卫生的需要,店里还是请了三名女工,老话说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尽管人少,可私下里谁看谁都不顺眼。 终于在一天午饭时,几人之间的战争终于打响了,起因是一名女工高位,发现另外两人占便宜,大家的饭盒里都只有三块羊肉,而他们的饭盒里却有九块。 饭盒被打翻在地后,屋里的气氛降到了病点,大家都没了吃饭的心情,尤其是沙夫明,他没有追问对错只是说了一句。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不料负责做饭的金大姐,突然半夜开始作药,她大哭着收拾行李,说自己受不了这样的委屈,大家都被吵醒,沙夫明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看见老板罕见发了脾气,大家也全都散了,京大姐也不再做天做的,另一边小马和小马的感情飞速发展,一天小马在推纳中心,河都红撞了一下,都红干紧附住他,说着一些关心的话,可小马依旧面无表情,从对方手里抽出了自己的手。 小马并不知道都红暗恋自己,而且此刻在他心里,只想和小蛮一个异性接触,他希望小蛮也是这样,可他不知道的是,小蛮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根本做不到一生一世一双人。 每当这个时候,小马的内心就极不舒服,后来撞见的次数多了,小马的内心开始扭曲,认为小蛮背叛了自己,而也正是这种心态,让他想起了之前自己对小孔的所作所为,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小马找到小孔道歉,说之前的事实对不起他, 不料小孔却说自己不恨他,且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自己没跟谁说过,老王也没说过,结果听到这番话,小马内心更愧疚了,他拉起小孔的手打自己,起码这样能好受些,边打边继续道歉。 门外的老王听到这番话,心里也有了自己的主意,他要和小孔结婚,而他之所以那么坚定,是因为有人盯上了他结婚的钱。 原来几天前,老王被父母一个电话叫回了家,原来弟弟在外接了高利贷,债主来了家里要钱,为了保住弟弟,父母第一时间就把老王推了出来,让他拿钱给弟弟还账,可这是他用来结婚的钱,出于对小孔的尊重。 老王将是告诉了小孔,说自己想把钱先借给弟弟,婚就先不结了,听到这话小孔当时就急了。 那次过后,老王就陷入了两难境地,直到听见小马的道歉,他终于下定决心,婚他要结,但父母的安全他也要保障。 于是老王心吓一哼,拿出所有的积蓄,将他们装进袋子绑在腰上,紧接着到家的第一件事,先是把弟弟收拾了一遍,随后把他赶出了家。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老王把腰间的钱放进冰箱,随即到厨房里拿了一把刀,又来到客厅里,当着要摘人的面,用刀在胸口划了一刀口子。 知道您下子最爱什么了,姐,你见不在大街上讨饭的沙子吗? 那你本人呢? 姐,讨饭,我也会,但我不能,我们也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还爱这张脸。 老大,你不要这样子。 这番话说完,老王的身上又多了三四道伤口,鲜血喷涌而出,滴在了脚下的地板上,老王说要钱没有,自己只能用血环杖,再不及还有一条命,见他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债主害怕闹出人命,骂了老王一句抽虾子后,带着小弟离开了这里,小孔德之后哭得很伤心,他觉得都是自己不好,老王却觉得很值。 其实,因为结婚的钱保住了,他没有辜负小孔,也保住了不怎么靠谱的家人,老王伤好后回到退拿中心,才知道自己住院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 其中就有小马,瞎子鼓起勇气来灰色洗发店找女生告白,谁知还没来得及行动,就遇到警察来抓嫖娼,倒霉的他就这样被逮到了去此。 盲人按摩店的老板得知此事,念及他不容易,便叫人把他保释了出来,结果这夏天里的人都知道,小马爱上了一个洗头妹,回来的那天小马没说话,只是抱着头开始哭,暗恋他的窦红实在看不下去,便走过来安慰他,紧接着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和对面开过来一辆车,有什么不一样? 小马说一个是人一个是车,这样的答案,都红忍不住消了一声,他告诉小马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转上去了,那就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转上去,那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转,人和人群总是转 没想到听完这个答案,小马起身就离开了,虽然刚刚被炸没几天,小马还是不知悔改, 他再次来到洗头房找小蛮,其他人都说小蛮不在,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却突然听见了小蛮的叫喊声,叫声里夹杂着痛苦 小马而话没说开始疯狂砸门,等到门开后里面走出了一个男人,男人觉得小马打扰了自己的好事,于是将他抱坐一顿后,扔出了洗头店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打反而让小马找回了失踪二十年的光明,虽然都是一些模糊影子,但此刻他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小马跑回推纳中心,从镜子里,他终于看到自己长什么样,接着他又看向其他人,老板杀负名小孔,接着小马走到斗红身边,对他说 斗红 嗯?小马 告诉你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你很漂亮 你才知道 就在这时突然停电了,大家只能离开回到宿舍,因为太黑,各位关门的时候没注意,夹到了斗红的手指,食指连心,斗红疼得满地打滚,手指也呈现出奇怪的形状 众人赶紧叫救护车,把斗红送去了医院,第二天推拿中心异常安静,每个人都在担心斗红,其中最牵挂的魔果鱼杀负名,他把头递在墙上,嘴里重复念着一首诗 你爱的人不爱你,也许这就是爱情里最卑微的模样 小马再次找到小蛮,告诉他自己慢慢能看见了 而从这以后,小马和小蛮就失踪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得知这个消息后,斗红哭成了类人,他很想问问小马,为什么宁愿选择一个喜头妹,也不愿意选择漂亮的自己 可惜没有机会了,几天后杀负名来接斗红出院 为了庆祝,他答应大家晚上请客吃夜宵 同事们见到斗红,都热情地关心和他拥抱 同时递给斗红一个信封,说里面是大家的心意 斗红当下没有说什么,等到大家都离开后,他把信封交给前台的高位 留下一封信后离开了推拿中心 也许是担心自己拖累大家,也许是小马的离开 让斗红觉得没了留下的理由,谁知刚走到门口 他就被杀负名叫住,然后莫名奇妙跳了一支舞 等到两人手松开的时候,斗红彻底离开了 他在心中感谢了大家的帮助,说自己一定会闯出一番天地 最后他还给杀负名留了一句话 负名哥,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谢你,我祝你幸福 把信收好后,杀负名哭了,此刻的他觉得自己无助击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喜欢的人,都要一个个地离他而去 如果周围没人,他一定会大哭一场 虽然都红走了,但杀负名还是决定,请大家一起吃夜宵 就当是犒劳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 可等菜都上座后,大家不动快也不说话 这样压抑的气氛,让杀负名有些难受 他发话让大家动筷子 随后又拿出相机请老板帮忙拍张照片 拍照前,杀负名起身去了洗手间 踏捂着肚子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原来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 被人发现后,杀负名被送去了医院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不完美的夜宵局 成了大家的最后一次相聚 之后退拿中心被转卖 大家各回各家各奔前程 景妍和太和回了老家 张一光回到梅矿开了一家店 而老板之一的张松奇 盖兴做了盲人剧团的团长 杀负名出院后开始了漫长的养病之旅 他开始混迹于南京的老年无常 老王则带着小孔又回到了深圳打工 退拿中心的日子 就像每个人生命里的过客 经历后又回到了最初的生活轨迹 大家不再提起在退拿中心的日子 包括莫名消失的小马 所有人就当做了一场梦 梦醒了生活还要继续 后来在一个城市的角落里 多了一间叫小马退拿的小店 而跟着指示牌走就会发现 在一处老旧的楼下 外出回来的小马正看着小蛮洗头 紧接着模糊的视线里 又出现了一个擦干头发的身影 电影推拿 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 在金钱爱情欲望中挣扎的生活 有人说盲人是可怜的 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他们自己丝毫不觉得 可怜的是挣扎过后 依旧无法改变的结局 比光更亮的是心灵 比叶更黑的是眼睛 就像杀父明年的那首诗一样 如果有来生 要做一只鸟 飞越永恒 没有迷途的苦恼 东方有火红的希望 南方有温暖的潮床 向西竹腿残阳 向北唤醒芬芳 在这首诗所做一项 参与